天天仙的老闆是不是 他算老闆 老闆娘 我坐在这里 金融市议员郑文婷指着这条 位于金融市消防局与新二路停车场前的人行道表示 这里就是让孝山路知名排骨虾仁犯老闆娘 二次滑倒受伤的地方 这位伤者其实他已经是第二次在这个地方跌倒 他第一次在消防局的门口这边摔倒 但是因为不是很严重 所以他也不以为意 那第二次的话 他就整个骨头都受伤了 所以当天是一位路过的小姐把他扶起来 那他打电话给他的家人 家人来了以后 马上送他去布机来急诊 接获板娘成情的郑文婷 将相关状况颇往后引发共鸣 多位民众纷纷留言 曾在同一个地点滑倒 金融市议员曾宜芳也是受害者之一 因为接下来就是雨季了嘛 那这几天也一直在下雨 那所以后来把这个情况po上脸书 结果在我的脸书的留言部分 我们发现大概还有十位民众也都反映 曾经在那个地方摔倒过 甚至连我们议会的议员曾宜芳也在那个地方摔倒过 在我那次跌倒之后其实也是有蛮多人反映的 那直到军所议员然后还有我们今天主持人我们问题一座 开始发起这样子这个民众跌倒的事件 其实我认为其实坡度啦 坡度我觉得是香 那问题就是在那个磁砖 今天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只要磁砖不管它的那个凹凸面 或者是它的那个波浪再怎么波浪再怎么直滑 其实都还是有危险性 行经该出的民众也直说 这个路段的人行到下雨天容易湿滑 走起来的确有点怕怕的 由于这一段人行到来往人潮众多 因此郑文廷特别召开协调会 邀及消防局交通处及公务处等相关单位 讨论如何进行改善 消防局代表表示 因为消防车进出关系 这一段人行到铺面 需要使用具有承载相当重量的材质 交通处也表示 新鹿路停车场委外进行业者 愿意负责私座停车场外的人行到部分 公务处方面则建议使用压花地平的工法 即可克服 对此郑文廷要求相关单位 在10月30号议会开议前达成共识 并在议会进行报告 如果各方都没有异议 希望能在下一个月完成改善工程 以维护行人通行安全 最重要的是施工上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遗例 都可以向公务处来征询 他们专业的一个意见 那这整个期程在10月30号之前 必须完成相关的作业 以及完成报告 在10月30号议会开议当天 送到议会交给本席 那我们希望如果这样的一个方案 大家都认为可行的话 能够在一个月内来施工完成 记者张旗腾金融采访报道 我们也认为可行的 他人建议地相ska旗 是从北京的消防 那也有任何方案 需要放入 如果活动 都没有权并全部 可以必须